你 你 你很坏 你不应该这样 对对对世君哥 你 你辜负了他 是 是为什么 我们先去看电影 你想看哪部片子 我 我有决了 哦 这样 我从质疑那儿听说了 原来这段期间让你一直消沉的 并不是因为眼睛 也是因为失恋 你可真是活该 这样也好啊 既然是医生要经历失恋的痛 才能治疗别人心中的痛 没有哪件事能够如自己所愿 知音的妈妈在生下知音的时候过世 当时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还是个外科医生 知音在五岁的时候发了高烧 然后开始说话口气 也许是因为 没有妈妈的照顾 一个人在家里太久的关系 这也让我束手无策 就像我是医生也一样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一切都得顺其自然 不必强留什么人 也不必拒绝什么人 这是人生当中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药了 谢谢你 真要谢我就改天请志云吃顿饭吧 无级大采的年轻人 麻烦你让一让 拜托 别一不可挂脸 我车修好了 陪我去试试 刚才你去哪里了 去找你啊 真的吗 是真的 我正要去找你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们去吃饭我请客 你不是三天两头跑来找我请吃饭 怎么了 士君哥 那我想想 你是什么巨星啊 我没有巨星 以后 你要我请吃饭我就请 要我请喝酒我也请你 就是这样 士君哥 我真的 我真的感动的快哭了 我可以哭吗 我最近好糟糕哦 不管怎么摸都摸不到我的脉部 哎 怎么回事啊 应该不是大问题 很多人这样 找到看一定找得到 人不可能没有卖过 那你不帮我看看吗 帮我看一下嘛 在这里啊 哪里 真的啊 原来在这里啊 真不愧是医生 士君哥 不早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 走吧 你先等一下 怎么了 走啊 我哥他今天去相亲呢 相亲 对象是恩奇小姐 很久以前 我们两家的交情就很好 这次 可能是他爸的公司经营不善 有些困难 所以才需要我们的帮忙 我爸怎么可能会错过这种好机会呢 你看你 脸色马上变了 你真是不擅长演示啊 真差劲 本来这件事 我是不想告诉你的 那么明昊 他就要结婚了吗 那要看我哥的决定了 士君哥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就不要对我那么好 老实说 我也不愿意 对当成别人的替代品 你把这儿弄 investment 你不会破坏 你就会跟着你 这儿弄的 不愿意 你负责 我来啦 我把房子退多了 你搬去跟你哥住 以后不要再去打工 专心念好你的书 我已经把一切都帮你打点好了 把心理拿出来 妈 我要继续住在这里 怎么 你在等小夕回来 我什么都知道 没出现家 我早就廖教官发生这种事情的 他那种人不懂得洁身自爱 他完全不懂得如何去珍惜自己 教养小夕的人是你 你说什么 这一下子你可痛快了吧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清醒 你还在埋怨我 没错 我真的好埋怨你 以后我还是会继续住在这里 你不必管我 我还是会继续住在哪里 我还是会继续住在这里 那我や乘得不要再来 我还是会继续住在这里 我还是会继续住在这里 你是哪里 你一直在开心 你踊不一定 你这怎么回事啊 干嘛 给我 你解决像个酒鬼 到底怎么